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,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式,交友聊天,浏览新闻,收发邮件,网络游戏,网上购物,互联网让生活变得一见可达。 从兴起到风靡全球,互联网只用了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,就诞生了大量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,世界的财富也因此而重新分配,同样是创造十亿美金。 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·福特用了23年,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用了12年, 而全球最大的网络购书网站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只用了短短三年。 九十年代中起,电子商务开始在全球蔓延,创新的商业模式成就了一大批成功的创业者。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,47岁,总资产107亿美元,雅虎创始人杨志远,43岁,总资产217亿美元,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,43岁,总资产369亿美元, 伊贝创始人PII奥米迪亚,44岁,总资产393亿美元,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,26岁,总资产400亿美元, QQ腾讯创始人马化腾,40岁,总资产561亿美元, 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,38岁,总资产1972亿美元, 这些听起来近似神话,而它却真实的发生了。 淘宝网并不生产商品,但它却整合了庞大的商品和客户资源, 2010年,淘宝网的营业额达到惊人的4000亿人民币。 邪乘网也不制造飞机,但它却整合了航空、铁路和酒店的服务资源, 并成功在美国上市,市值高达66亿美元。 银联并不是银行营业机构, 但它却整合了银行卡市场资源, 成为网络支付领域的霸主。 互联网缔造了电子商务新的商业传奇, 而这些传奇的缔造却是由亿万网民所成就的。 我们每天在网上查询、交友、购物、游戏、办公, 享受着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方便与快乐。 每一次搜索、每一次点击、每一次消费都汇聚了巨大的能量, 而这些能量释放后产生的巨大利益回报却与我们无关。 21世纪是消费主权时代,将对互联网的关注力变成生产力。 随着互联网数贸产业浪潮的到来, 传统的利润分配模式将被改写, 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也将被重新定义。 一个消费经济的分账时代已经来临。 当新一轮的财富浪潮已经到来, 当您面临一次新的抉择, 您的人生将因此而改变。 今天,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无限商机的人生路口, 要么你看别人成功, 要么你自己选择成功。 感谢,请楼下集成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